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這個新聞看前總統辦公室行政院長 大家都罵得很兇 分貝都很高 我跟大家先界定一件事情 當事人哈佛森先生 他在這兩天來到臺灣 見了立法院長游錫坤 旁邊還有范雲跟林昌總坐陪的時候 他講出了這一段過往 而且是人事實地物俱成 他印象中非常清楚 他二零一年來到臺灣參加論壇的時候 他跟外交部的國際組織司 提出說他希望在臺灣有辦奧斯陸自由論壇 那當時對方跟他講說 你想要在臺灣辦自由論壇 你要配合我們臺灣 這是他的主述 那他的演講內容稿子 外交部當然要參考 一看以後 他辦了論壇沒有辦了 沒有 後來奧斯陸 他想在臺灣辦奧斯陸 那時候外交部請他來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所以他是客人 可是呢 他說外交部裡面有人員 請注意不是馬英九 不是總統府 不是羅志強 他們不會接觸到我們的訪兵 訪兵是外交部去訪 再講一次 外交部的國際組織司 負責接待他 裡面是誰 我不知道 這個已經十幾年前了 告訴哈佛森 就是說請問你的演講內容 當中不要有 因為那時候兩岸的關係 是比較和緩的 二零一零年 就是剛剛EGFA 那時候馬英九 我們也直行 兩千零八年 直行第二年就對了 所以有沒有這樣講 我不知道 可是哈佛森本人 主述說有 跟他講的人 不會是總統府的人 也不會是馬英九 而是外交部的他的那個跟他對口的官員 結果他說你不跟我講沒事 你跟我講 我更生氣 他說他立刻回飯店 把他稿子裡面 罵中國道路的那個比例增加 結果他說當天講的時候 觀眾朋友 他三個重點 第一個有人叫他不要罵中共 第二個 他增加了 那個講稿的內容 份量罵得更兇之後 他說當天在那一場的演講當中 馬前總統有來 可是他講了五分鐘 馬前總統就站起來離開了 那也是他個人主觀 他印象是這樣 第三個他要離開那個 就是這個論壇的 不是他自己要在台灣舉辦奧斯洛論壇 他的司機跟他講 我不在你了 我有另外有行人叫他自己做 檢測這個不常見 通常是外交部接待 我們的賓客的話 全程都會有接待的 回到飯店 我的行李已經被人家放在 櫃檯旁邊 已經被check out 就被退房了 所以他覺得他被羞辱 那這個十幾年前的事了 那觀眾朋友從頭到尾 因為民進黨的立委 范雲是連結就是 那總統是馬英九 外交部自然對他這樣做 都一定是總統受益 你要有證據啊 就會不會是國際組織 是這一個這個 我們外交人跟他之間 也為什麼不愉快 總之你要直接連結 是馬英九下令 我覺得這個這個連結太薄弱了 但第二個 當時馬前總統的兩岸關係是何管 這也是事實 那哈佛森本人是當事人 他都已經講了 非官當事人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 大家在那邊 我們臉紅脖子出 一定怎麼樣 一定有一定沒有 就請國際組織 是他在二零一零年 當時的承辦人 一查就知道了 現在誰是外交部長 吳釗謝啊 所以陳建仁不知道 續承可能也不清楚 因為當時都不是承辦人 我也沒有辦法完全 但是我問的外交圈記者 大家有聽過這個事情 那這個哈佛森 他不是今天才講 他自己有寫部落格的文章 他有提過這件事 他就認為就是當時的這個政府 對中國道路來講 是比較不對抗的 他的印象深刻 所以他也不是第一次講了 我把這個人事室丟 跟大家講清楚 根據我過去有限的接觸類似人員的經驗 我的判斷是雙方都有一點過分 因為你看他的樣子 他就是典型的人權組織的投資 這樣的年輕人都通常是富有活力 有戰鬥力 而且言論比較激進 而且不幹則以一幹的話 就是 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這一類的人 那外交部既然人都到了國內 他要講什麼 你不要干預到那種程度 你跟他講 老公要生氣 老公會生氣嗎 老公生氣說 他講的話 我們怎麼能夠負責呢 就好啦 你是過分的受到 過分的干預 過分的體貼 然後你碰到這種人 別的人還好 你碰到這種人 你這樣的話 剛好是燒到他的癢處 他不燒還好 一燒特別癢 他就本來就是要三分反應的 就反應個八分 七分 而且多年以後還念念不忘 然後碰到一個泛雲 就是開始 過了 所以可以做演戲 所以這個許遲 三方都有點過分 但是多年以後 其實都不值得興風作浪